当前 国际上一些国家 媒体和智库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颇有微词 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工作 对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 商界 学界 政界 进行所谓的渗透 对这些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针对这种说法 8月26号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生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会上做出回应 之所以有这些微词 恐怕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来存有误解 也有另外一些人 特别是一些敌对的势力 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肆意地污蔑诋毁 造谣终伤 应该说这些很多都充斥着 僵硬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呀 都是在阳光下谈谈正正开展的 至于一些敌对势力 诋毁 重商 提出所谓的渗透 可以说是分马流不相及的 徐又生强调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 都懂得团结和联合的重要性 也都在做团结和联合的工作 区别就在于团结和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统一战线 我们通俗地讲 就是大团结 大联合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目的就是要寻求最大的公约术 划出最大的同心源 加强海略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和大联合 形成了心晚一处想 静晚一处使得这样一个生动的局面 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 民主复兴和人民的幸福 许又生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工作的实践中 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价值理念 比如说坚持求同存异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寻求和增进共同点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比如坚持合作共赢 在追求和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尊重维护和照顾好同盟者的利益 比如坚持民主协商 有事多三两 欲事好三两 众人的事情有众人三两 广泛邻居人心汇聚力量 许又生介绍 中国在对外交往中 一贯主张世界不同文明要包容互建 促进世界各国的和谐相处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重视发挥海外侨胞和留学人员 隆通中外的桥梁扭带作用 目的就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 开展人文交流 发展友好关系 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 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也从不输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当天新闻发布会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文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大写权 电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